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国豪老师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C++第60个单元 C++类别的成员韩式 成员韩式的种类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成员韩式 成员韩式叫做Member Function Member Function就是类别里面定义的韩式 它是设计类别时的成败的一个关键 那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公开的类别的操作界面 有时候还必须要完成许多特殊的功能 那依照它的功能可以分为几种 一种是操作物件的韩式 另外一种是用来存取物件内资料成员的韩式 另外一种是只有提供类别内部使用的成员韩式 另外一种是类别的自动管理的韩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不管是哪一种韩式 我们总是要先定义 那如果要定义呢 就跟一般的韩式定义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有资料形态 我们需要有韩式名称 要穿回纸跟参数等等 那么在定义韩式成员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把韩式的本体定义在 类别的大括号里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卡 我们定义一个卡的类别里面去定义韩式 而这个韩式也定义也写在这里面 那这种方法通常只适合内容不会太长 一两行这样子不会造成卡变得很大 如果说这个本身很长 这本身这个韩式很复杂 非常的长 那通常不建议这样做 好那刚刚那个例子里面啊 这两个韩式都只有一行 所以把它定义在类别里面就可以了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加上In-line 那事实上其实也不用加了 因为他自己会判断 他自己会判断是不是可以直接替代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会直接用替代的方式 就是In-line的方式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如果这个韩式本身很长 那我们通常就不会写在这个类别里面 去定义这个韩式 而是我们只有做一个原型的宣告 所谓原型宣告只有讲资料形态 说这个INIT这个成员韩式 他的名字叫做INIT 然后他是不回传值 那他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都是double 所以他里面并没有任何的变数 所以他只是做资料形态的一个宣告 然后我们在外面这边再来宣告 VLID 卡里面的INIT 卡 就是说卡 类别 卡类别里面的INIT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定义的是 卡类别里面的INIT 他的真正的一个参数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的大括号里面的程式又是什么 所以我们如果这个类别里面的成员韩式很复杂的话 通常我们会在这边宣告一个原型 然后就在底下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定义 那特别要注意的是 成员韩式跟一般的韩式 如果同名的话呢 不算多宅 成员韩式为什么跟一般的韩式同名不算多宅 因为成员韩式只有在成员内部 只有在类别里面才有用 所以他并不会跟外面的高混 那只有同一个类别里面的同名韩式才会变成多宅 比如说我们一样是在同样的类别里面 T1这个类别里面 我们定义了两个都叫Mass的韩式 这个才叫做多宅 那T2里面我们定义的Mass 两个Mass 这两个叫多宅 那这两个是不会相干的 因为这是T1类别 这是T2类别 它是不同类的 不同类里面的同名的东西是不会相干的 那外面的韩式也不会跟T1类别里面的韩式 也不会跟T2类别里面的韩式有相关 所以这个都是无关的 唯一有相关的是 它同一个类别里面的同名的韩式 这个才叫做多宅 好 那我们要呼叫成员韩式 其实跟一般的呼叫是类似的 只是他必须通过物件来呼叫 因为他是属于物件里面的成员 所以你不能只有呼叫INIT 你必须要讲是哪一个物件的INIT 每个物件都有他自己的INIT 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宣告了一个 一个super它是一辆汽车超跑 super超跑汽车 那super点INIT就是呼叫super的INIT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件点方法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用过物件点属性 属性就是成员资料成员 那这个成员韩式就是物件点方法 这就是成员韩式 呼叫成员韩式就是一个方法 所以比较完整的一个程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宣告car里面有两个 这个是内部的 因为class宣告它的资料成员预设是私有的 所以这两个是私有的外面看不到 可是我们定义了两个公开的这个成员韩式 他可以去读取这个看不到的资料成员 然后我们在主程式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宣告car1 car2就两辆车 那这一辆car1他可以去getEFF 就是去执行他 然后他又会去读取里面的资 然后一样car2可以去check 就第二辆车检查第二辆车 他的一个gas 还剩多少 类似这样 好所以呢右边是我们常见的西家家的一个写法 我们用这个car 然后呢直接就是这是私有的 然后底下是公开的 我因为预设是私有底下是公开的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说 我们先写公开的 那先写公开再写私有 那底下就必须再多一个私有 所以这两个写法都是可以的 那只是呢 有很多很多的习惯 都是先写这个公开的 再写私有的 把最公开的写在最上面 再来是保护的 再来是私有的 这是一种写作的习惯 但是不是强制的 你要写成右边这样当然也可以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60.cpp 这个实际的应用范例 那接续我们之前的 59.cpp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student的类别 那里面有public的成员 可以用来储存学生的姓名 博文成绩英文成绩 数据成绩总分跟平均 然后呢我们可以宣告五个学生 中括号五的阵列 五个学生的阵列 五个学生的阵列 然后让使用者依序去输入 就像这样子 用for回圈让使用者输入五个人的姓名 跟各科的成绩 好那最不一样的是 我们在student类别里面新增了一个公开的成员函式 叫print 那print它就自己会去叫出 他自己的学生的姓名 三科的成绩跟总分跟平均 所以这每一个就是一个print输出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用for回圈去呼叫 di一个学生去执行他自己的print 然后他的print就会呼叫他自己的成绩 这就是物件导向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那程式怎么写呢 我们就在上面去写我们的student这个类别 我们之前只有宣告底下这些东西 就是姓名、国、英、数、成绩、总分跟平均 那我们现在需要增加一个公开的方法叫print print就是输出什么 输出国文成绩、英文成绩、数学成绩、总分跟平均 那因为这些姓名、国文成绩、英文成绩、数学成绩、总分跟平均 都是他内部的成员 所以他一定看得到 他不需要再用什么点什么就直接看得到 那组程式里面一样我们宣告了五个同学 然后这边跟之前是一样的 他会让使用者去输入姓名、国、英、数的成绩 然后他会计算总分跟平均 不一样的是这个for回圈 我们只要用si.print 我们把di一个学生去执行他自己的print 因为他执行了他的print 他会把他自己的国、英、数、成绩、总分、平均都输出 这样就完成这个程式了 执行的结果当然就是像右边这样 好那请各位同学自己实际的操作看看 除了60.cpp 一样我们有个60a.cpp 那这一体跟59a.cpp是完全一样的 差别只是在于一样我们需要产生一个print 类似的做法 那我就不再追负了 好那程式码大概就长得像这样 这边有个print 好那也请各位同学实际的自己操作看看 好那今天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观看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